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淡熬 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满老去 收拾转眼淡 presup! 小时候 哥哥老是带着我 不管什么事情 他总是让着我 比赛算算数 他明明可以赢的 却总是故意输给我 他很聪明 比我更聪明 但是他死了 他被人杀了 我一定要帮他找到那个凶手 简中间 我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 你哥哥死了你很难过 可是他不是我义父杀的 我昨天晚上跟义父在一起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我只相信证据 那你为什么不让 不让马五跟我作证呢 行行行 我不想再跟你说什么了 反正无论我说什么事情 你都不会相信我的 延迟 等一会儿警察就会过来露口供了 你一定要跟他们说出真相 你可以不为我想 但你一定要为自己想 为我们的孩子想 你可以恨我 但你别再作诫你自己了 我在牢房里面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 你就别再绝了 我很想你 你就别再绝了 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希望你能原谅我 你叫什么名字 胭脂 来自哪儿 安徽五湖 你看看这张照片 你认识这个死者吗 认识 他是我最喜欢的人的哥哥 义父马五是杀害死者的义兄 他给你留的纸条上写了什么 他的人现在在哪里 前中介 对不起了 他给你留的纸条上到底写了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如果还是这个态度 我们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来人 送他到牢房 是 队长 放开我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队长 你不能妨碍警察办公 你说呀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你告诉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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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为什么不说出实情 为什么你要这么傻 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得已的苦衷 那你想过我吗 你想过我吗 我是你孩子的父亲 你想过我的苦衷吗 对不起 箭中介 以后 你要是跟姐姐在一起 你把我忘了吧 队长 你说什么呢 队长 你给我闭嘴 你们家老爷子 跟马五出事了 你说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 前老爷子 跟马五都 都死在温香阁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快告诉我怎么回事 队长 队长 别走啊 队长 别走啊 队长 队长 义父 不可能 不可能 义父他不会死的 放我出去 我要找我义父 不会的 不会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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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他是不会死的 义父 来 来 来 阿财哥 我们要清理现场 你看 算了 让队长 跟钱老海多待一会儿吧 好 你先出去吧 是 走吧 走吧 是 队长 警局的规定你是知道的 咱们不能待太久 现场的照片 目击者的口供 时间报告我都要看 好 我答应你 现在初步断定 是把我杀了钱老爷 然后被罪自杀 把我身背鬼气 和钱老爷两条命案 嫂子那边 要不先把她放了 她现在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随便你们这么处理 可是 阿妩毕竟是她的义父 太是一时糊涂 你也别太 燕池和我隔着血海深仇 你别再叫她嫂子了 她现在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陌生人 来 爹 儿子会为您报仇的 好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吧 我进去跟董高生单了 好 四哥 祝你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啊 快告诉我 我义父在哪儿 少爷已经把凶手找到了 你赶快走 你们昨天晚上说我义父死了 我不信 他到底在哪儿 你倒是说话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子你别问了行不行啊 你跟我走 快快快 进来 董副局长 你来干什么 关门关门 现在警局查得正严呢 你 董副局长 我今天来 是来跟你谈笔买卖的 买卖 你 你 你这是搞什么名的 木阿菜 你告诉我 我义父在哪儿 他怎么样 你不跟我说是吧 那我自己去找钱仲杰 别别别 嫂子 他挺忙的 可能没时间见你 不行 我必须要见钱仲杰 我义父的事情一定要问清楚 你快告诉我 钱仲杰在哪儿 他等一会儿 可能回警局了解案情 你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我知道了 只要你答应了 敢把那批军火处理给我们 这里面的东西 就全都是你的了 那 来 爹 爹 刚才那两个 董副局长 我的事不紧 您慢慢考虑 好 那我先走了 请 琪琪 爹 爹 那两个 那两个欺负我的人就在外面 就是那两个人 阿四 阿四 这 钱仲杰 你怎么在这儿 没事 没事 你要干什么 走 你 资格出来了 真快呀 快 快跑 快 我 你 你 钱仲杰 你会站住 钱仲杰 你别走 你快告诉我 我义父在哪儿 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去了 钱仲杰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快告诉我 义父到底在哪儿 你不说我不会让你走的 好 我告诉你 昨晚我爹死在了文强阁 这样你满意了吗 爹呢 这我 钱 钱伯伯吗 他真的死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也希望这全都是假的 不愧的 这不是真的 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爹已经死了 我哥也死了 现在你满意了吧 不可能 他人那么好 我不相信 钱伯伯怎么可能死 这不是真的 周杰 钱周杰 钱周杰 你别走 你给我说清楚 是谁杀了钱伯伯 是谁杀了钱伯伯 我一定要提到报仇 是谁 我告诉你 就是马武 我爹死的时候 胸口还插着马武的飞刀 就是因为你包庇马武 才导致我抓不到马武 是你害死我爹的 我义父 我义父 我义父怎么可能会害死钱伯伯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那你告诉我 我爹胸口上为什么会插着你义父的飞刀 你一定是有人陷害 钱周杰你听我说 一定是有人陷害了我义父 你给我点时间好吗 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查清楚 一定会查清楚的 查清楚 你去哪儿查 去地狱查吗 地狱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 难道我义父他真的死了吗 是 我也告诉你 你义父他死了 畏罪自杀 钱周杰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 请你不要胡说八道 好不好 我根本就没有胡说八道 你义父就是畏罪自杀 怎么可能 他不可能 我义父 胭脂 胭脂 你 四哥 你不是说警察局那帮人 就是一群农包吗 今天怎么这么怕他们 还把命迈线给弄丢了 那可都是咱兄弟们 出生入死夺来的 你 你 秦仲杰 少爷 手下的兄弟看见阿四 提着密码箱进了警察局 果然是他 这个叛徒 他去警察局干吗 这个还不清楚 他到警察局没多久 就跑了出去 然后 然后什么 然后秦仲杰就追出去了 你是说密码箱 到了秦仲杰手里 没错 阿四怎么会跟他交到一块了 少爷 钱仲杰 是鬼妻的弟弟 他肯定为了给鬼妻报仇 勾结阿四 策划了这起抢劫事件 钱仲杰在哪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钱仲杰应该在孔家农 卡甲 帮你 沉仲杰 这是怎么回事 你哭什么 烧腿的 老爷的 他怎么了 老爷他昨晚被害了 是被一个叫马 马武的人害死的 马武 丽露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跟我说清楚啊 我听说 昨晚上在围乡阁 马武杀了老爷 自己怕坐牢也自杀了 是吗 怎么可能 二少爷真是太可怜了 短短几天的时间 失去了两个亲人 丽露 别哭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强 这是非来狠祸 你赶紧去帮着收拾一下 老爷的后事吧 怎么会这样 马武死了 胭脂一定很难过 我得去看看他 谦中斤 你别走 我有话跟你说 你告诉我 我义父 是怎么死的吗 警察局给出他几事 是畏罪自杀 不可能 不可能 你再跟我说一遍 我义父 绝对不是杀害 切伯伯的凶手 不是凶手 那马武怎么会出现在 我爹死去的现场 而且害死我爹 和我哥的凶器 都是马武的柳威飞刀 我太清楚 我义父的为人了 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这件事情 一定是有人在葬心海豪吗 现在马武都已经死了 你怎么说都可以了 害死我爹和我哥的 一定和马武有关 对啊 可是现在我义父 都已经死了 为什么你还要陷害他 这个罪名 建筑姐 都是因为你把我 抓进了牢里面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一定可以把我义父 给救出来 他就不会死了 我义父就不会死了 你知道吗 都是因为你 你们都是因为你 好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如果恨我 可以平衡点 你的心情的话 那你恨吧 从今天之后 我们行通末路 以后都别再见面了 我 前仲洁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没有揭穿我呢 你怎么了 胭脂 姐姐 姐姐 义父死了 我知道 我就是担心你 所以才过来看看你 好了 坚强一点 燕震 你现在得坚强一点 不管怎么说 咱们家的仇总算是爆了 真的吗 姐姐 前伯伯 真的是我们家的仇人吗 前仲良现在已经死了 我心里面这一口气 终于可以送了 可是钱伯伯人这么好 他怎么会是我们家的仇人呢 傻孩子 你这人太善良了 知人知命不知心 明白吗 对了 我看见茶几上放着密码箱 那是什么 你这两个人 嗯 我让我看见银子 我ест自己去国家的仇人呢 你不认责呀 李军 盈珍大哥 盈珍 盈珍 你怎么了 韦义父 盈珍 你过来干什么 盈珍 既然秦仲杰不在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行 出去说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 碧君 你知道我现在的生意都是正经生意 我的收入至少少了 我愿意 我愿意 你被我给我 坐在这儿 我说我 这就是我 感谢观看 对我来说 你比什么都重要 输了你 我即便赢了全世界 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丢了性命 那也是值得的 后来别说了 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 麻烦你答应我一件事吧 说吧 帮我照顾好胭脂 你什么意思 请你务必答应我 可以吗 我先走了 阿四这小子说好了十点 这都十点半了 可连个人影都没有 邦哥 不好了 阿四失踪了 无妨八蛋 又被这小子给耍了 莫非拔了她的皮不可 四哥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钱仲杰抢个咱的密码箱 要不咱们就杀到钱家去 再把密码箱抢回来不就得了 跟了我这么久一点皮毛都没学会 就知道应来 您别 别打我头 头上这么大不让人打了 我跟钱仲杰交过手 他的功底我非常清楚 咱们几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那怎么办呢 四哥 不能硬来 只能智取 钱仲杰的媳妇住在孔家路 咱们现在就去把她给绑过来 以此威胁钱仲杰 到时候她还不乖乖就范吗 是啊 四哥 走 走 颜真 你别难过了 人死不能复生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呢 我之前也坚信 马五是杀害我爹的凶手 对他恨之入骨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恨不起来了 为什么 你找到证据了 证据就是你 他能把你抚养成人 信尔应该不会 即便他真的是杀我爹的凶手 也许是迫不得已了 谢谢你 谢谢你迎着大哥能这么想 我义父真的是个好人 好了 别哭了 好 义军把你托付给我 你看你自己住在这儿 我也不放心 你搬到我那儿去吧 不用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已经习惯了 我就不过去给你添乱了 我真是羡慕前空间 有你这么好的女儿 对她一心一意 你看你这儿 住得这么简陋 吃饭都没有人照顾你 你还是 这样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了 迎战大哥 就这样啊 真的不用了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最重要的 输了你 我即便赢了全世界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是丢了性命 那也是值得的 请进 队长 阿财 这是钱伯父死的时候 手里拿着的烟枪 这是此伤钱伯父的飞刀 您看看有什么问题 绿罗 少奶奶 怎么了 是家里来人了吗 孟阿财警官来了 他正在屋子里跟少爷说事呢 两个男人躲在屋子里说事 难道有什么秘密 不想被别人听到 绿罗 反正我要上去 把茶交给我吧 来 你去忙吧 是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不是我爹的烟枪 这不可能 这都是我们从现场拿回来的 怎么可能不是的 你看错了吧 不不不 这肯定不是 我小的时候爹用它打过过 然后那一次 他敲碎了一个花瓶 花瓶的碎片 在烟枪上面划了一道印子 你看看这上面 什么印子都没有 这肯定不是我爹的 不对吧 你真的没看错 你真的没看错 我 不会看错的 那 会不会是前老爷他 他自己换了改新的 不会 我爹用这杆枪 用了几十年了 他肯定不会换新的 照你这么说 是马五和前老爷死了以后 专门有人去现场 调换了改新的 有人换了烟枪 会是谁 难道是李续瑶吗 好了 少爷 队长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 说吧 马五很可能不是 杀害前老爷的凶手 那咱们所有人 可就冤枉马五了 那嫂子那边 毕竟嫂子怀着孕呢 您还是注意点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阿春 你来一下 好 胭脂 来 进来 好 迎真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吃饭呢 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 肚子里面有孩子 得注意营养 来 快吃 我 慢点慢点吃 嗯 嗯 好吃 好好吃啊 仲杰 琪琪你怎么来了 仲杰 我知道钱伯伯走了 你很伤心 所以我过来陪陪你 不用琪琪 我没事 你还是先回去吧 仲杰 我听说 钱伯伯是被马五所害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想来告诉你 什么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 钱伯伯 之前跟马五也没有什么交集啊 那个马五怎么会知道 钱伯伯那晚会在文香阁呢 除非是有人告诉他 好了 琪琪 这件事情不可能是林毕君做的 而且马五也不一定是杀害我爹的凶手 怎么可能啊 警局之前不是发透气令了吗 而且你也一直认定 马五就杀害你爹和你哥的凶手啊 现在 就因为马五是林毕君的义父 你就要为他开脱 甚至不惜推翻自己的判断嘛 好了 琪琪 我还有事 你先回去吧 钱众杰 我一定要得到你 我吃饱了 我吃不下了 喜欢吃啊 我让人常给你送来 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谢谢姐娘 云哲大哥 客气了 那你歇着吧 你这儿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你要走啊 那我送送你吧 好啊 就送到这儿吧 回去休息吧 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好 嬴震大哥 那我就不多送了 你路上小心啊 好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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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i 我走了 他走了 最近一定带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来 老爷 放大镜给您买来了 好啊 你下去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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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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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放开我 放开我 是 嗯 好啊 车 走 走 走 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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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管我 你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吗 为什么要救我 医生说你缺乏营养 明天我会让阿淳带些补品给你 前仲介 你现在不要再假惺惺地对我好心吗 你不是怀疑我义父杀了钱伯伯吗 我也正好怀疑你杀了我义父 咱俩就是上辈子的仇人 所以请你不用再对我好 不要再管我 好 就是因为你是我的仇人 所以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好 钱仲介 你这个暴君 我才不会听你的呢 最好闭回来了 站住 七七 你跟踪我 我 我没有 仲杰 您必须没事吧 把我沮丧在昨天 让自己好一点 醒来后却才发现 你褪色的照片 孤独是一种考验 失去你那一天 就像失去整个世界 一瞬间就毁灭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恨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纪念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恨 是我太天真 时间太残忍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恨 等待着永恨 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